專業期就更困難 除了說雙數也要、單數也要 總共40題 40題之外他還要考什麼呢? 學科 學科就是有選擇題 單選題而已 就是還要考你對程式語言的概念有沒有 所以這些全部題目考過 才給你一個專業級的證照 所以其實這個考試比想像中還要困難 像我遇到的那個考生裡面 最近比較多都是那個高職生、高三 他們高三準備要保送推薦真實那一些的 然後他們大部分會來考到專業級 這很厲害喔 他們也是全國技能競賽的那個選手 而且有拿到什麼金手指獎 如果讀高職因有接觸當然應該知道 我剛開始也不知道什麼叫金手指獎 那個金手指獎就是說 他拿到前三名就會發一個金手指獎給你 然後來考他還是繼續考證照 這個是VB6.0 那VB他最近又出一個最新的考試2008 那考試方式也類似的 只是說他本來是10題變9題而已 那考試方式有一點點差異啦 那如果說我們前面部分帶完 會再帶各位這些題目 按部就班讓大家能夠進入狀況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同學自己 我是覺得你給自己一個目標 不管說你是這個證照對你有沒有用 反正你就拿到表示說你真的通過了 那如果說你沒有拿到證照 那說真的你學那麼多 有些也是虛的啦 我是覺得設定一個目標 因為很多人就比較容易是三分鐘熱度 學了之後不曉得自己有沒有學會 而且有的時候將來要轉業或者是找工作 很多東西還是要看那個白紙黑字的 你跟人家講說我程式寫得很好 證明對不對 可以證明嗎對不對 現場寫可以啦 可是說真的很多那個公司的主管都很忙的 他沒有那麼多閒工夫還要跟你起考試或怎麼樣 大部分104的立場會登錄 直接登錄證照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證照 第一關就刷掉了 他有一個104那個登錄證照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大部分會有面試機會的 多半都是有證照的 如果沒有證照說真的 你怎麼證明呢 除非你是什麼大學是什麼 台青椒 那這個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公信力 不過現在即使台青椒也慢慢有一點退色了 那另外就是說還有一個是國家考試 有一個丙級軟體應用 丙級而已 那有時候看到丙級好像很簡單 你抱歉這一張丙級 比乙級軟體應用還要難 通過人數還要更少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是軟 我打錯了 應該是軟體設計 更正一下 這邊是軟體應用 而不是軟體應用 是軟體設計 設計才對 應用跟設計是不一樣 應用是人家寫好的給你用 設計是你設計出來給別人用 那個是不一樣 那這個考試的話 它分也是分成三個 應該算起來應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應該分兩個階段 學科跟術科 那術科也有分成兩站 也就是說你先通過那個學科的考試 那學科其實還滿容易的 它現在只有選擇題 選擇題總共記得好像是800多題 挑80題來考 那如果通過就先過第一關 那那個學科部分 考的就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那個題庫裡面 你只要把它背起來 就一定可以過 題目一模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術科 術科它分成兩站 那第一站的話 考的比較簡單 它就是從那個五題 也是先給你知道題目 讓你先在家裡練習好 五題抽三題出來 然後再抽一個回圈 回圈又有分成三種回圈 那就抽一種回圈來考你 然後考過才有到第二站 所以通常 比如說一個考試好 一個四場二十個人 第一站到第二站就只剩下一半的人 到第二站考完之後 大概又只剩下一半的人 所以這個考試 基本上不是那麼簡單 有拿到這張證照的 算是很厲害的 就像我之前有聽到一個高職吧 一個某高職的一個學生 他就很自豪說 我有考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全科大概一百多個人去考試 只有他一個人通過 所以他覺得很驕傲 那這一張可想的字很困難 然後其他當然還有別的 比如說相關的像TQC裡面有ASP 或者ASP.NET Java PHP JavaScript 這些都是一系列的 都是程式語言 不過當然這個你可以把它設為目標 比如說近期是先把VB學好 慢慢的按復就吧 當然你這方面如果說肯下功夫的話 絕對都可以學得會 那再來就是說 目前當然我自己這樣稍微看一下 那個有關職缺的部分 其實有些人為什麼覺得 自己找好像不太好找 那就是說你沒有掌握到一些要訣 目前需要的人才是哪一些 像程式設計慢慢的走向就是說 走向除了是一些以前比較 辦公室應用之外 慢慢也會跟一些硬體做硬體控制做搭配 像RS232 反正就接上RS232 然後可以去控制一些像家電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加上什麼 加上RFID 像你們現在有簽到系統 那個就是RFID 那你如果用RFID做一些可程式化的動作 那現在這方面人才好像滿缺的 我看直缺的裡面滿多都跟這有關係 像RFID也有結合像那個倉管 比如倉庫管理 它RFID也有主動式的RFID 它可以發報訊息 那你只要配合VB程式設計 馬上就可以知道哪個地方缺貨 或者哪個地方亂擺擺錯位置 都可以透過這種機制去做管理 那這種好處就是全部都電子化 然後都自動化 很多時候就可以找出這個問題 而且省掉很多人力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跟Wi-Fi 無線網路 甚至跟那個未來的WiMass 3.5G結合的應用 主要就是應用 你有沒有辦法跟一些硬體做搭配 然後加上一些像類似像網頁 ASP.NET 這部分的應用也可以跟VB結合 那ASP.NET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用像VB 需要去考慮到環境 因為VB寫完的程式 就是目前也只能在Windows上執行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一些是 你的電腦不是Windows 你可能是Linus 或者是你是Apple 蘋果電腦上面就沒有辦法執行 那如果你是用ASP.NET的寫 就不會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寫出來 你只要有一個browser 有一個瀏覽器 不管是IE瀏覽器 或者是什麼Google瀏覽器 或者是什麼 即使是那個蘋果的瀏覽器也好 只要瀏覽器都可以執行 都可以做完這些動作 所以未來有一波革命 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會上雲端 所謂雲端就是說 像競銷存系統 以前都要安裝 在那一台才可以用 但是現在都是走什麼呢 web的web版 web版就是說你不用安裝 你只要進到那個網頁 輸入帳號密碼 就可以開始做競銷存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 不就每一台都可以用呢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未來會這樣子走 那你會想說那我學VP 好像不對啊 那我是不是應該趕快改選ASP比較好 實際上你們也不用去想那麼多 因為你會VP的話 你就基本上就會ASP了 而且我在那個我的部落格裡面也會分享 就是說在別的地方上課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也可以自己再去看 那當然這樣的話效果加倍 那接下來就是怕你沒有時間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好多東西可以學 我就很擔心大家腦袋不夠用 可能要多幾個腦袋才夠記 記這些東西 好 再來的話呢 齁